即将卸任的NCC主委 陈耀祥立院备寻电视台换照案 结果一翻开报告书 三大争议案件 包括中天撤照案 禁电视深色案 以及三立入股中架案 全都吃字未提 立委更抓包高达九成内容 竟然都是拿去年报告书来抄袭 连标题都懒得改 一万三千多个字当中 九千多个字 都是去年所报告的用值 NCC所有的官员 国文这么差吗 藐视我们立法院 标题全部一样 页数也一样 就连结语都一模一样 想到您的建筑 大概不外乎就是把中天新闻台下降 然后护航进新闻台深色 放任三立入股中架 NCC今年诉讼预算 编列高达一千三百一十万元 是去年整整两倍之多 其中中天撤照案 NCC官司输了十五次 如今NCC拿公堂继续打官司 栏尾骂声不断 你们就投降吧 十五次了 你诉讼费用钱很多是 明年省预算我把你诉讼费用全部给你砍掉 你们自己出钱 哪有这样搞的 北高行法院判决里面还有在讲 你们准备好了 国赔五七十九亿吗 针对国家赔偿的部分 你们有心理准备吗 还有静电视遭踢爆转移股权 明显违反当初深色的附带条件 这里说已经要撤照 却拖到现在没有结果 当初对中天多严格 他就应该要对静电视多严格 然后你现在对于静电视 你又可以有另外一套标准 然后大家要求你重言办理的时候 你还一堆借口 NCC是不是真的搞双标 看看三立大股东违法入股中家案 却只开罚中家系统商 中家开华 三立不开华 同一个合约 同一个案子 同一个违规事实 为什么只开卖方 不可以说应该你关的才好 你就不开华 这行政不中立 NCC三大争议讲不清 新国会嘲笑也大 陈耀祥少了绿营护航 在国会接受震撼教育 记者黄义俊 王志涵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